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提下 严格按照国际标准高质量领约 最终顺利通过了并网测试 出色的达成了既定目标 得到了业主的高度肯定 充分展现了我们在基建领域的专业实力 以及大国担当 这篇新闻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 是因为不及纳法索这个非洲国家 而我之所以会关注这个非洲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 我们一位年轻有才的自媒体创作者 他之前曾经在他的奇葩小国系列专题里 出过一期聚焦布基纳法索的视频节目 就是通过他的那期节目 我才了解到非洲有个国家 名字叫做布基纳法索 也是通过他的那期节目 我才知道布基纳法索这个名字 他的意思原来是正人君子之国 布基纳法索这个名字来源于两个词的结合 布基纳和法索 他们分别来源于当地的两种主要语言 摩西语和班巴拉语 其中布基纳在摩西语中的意思是正人君子 而法索在班巴拉语中的寓意则为国家 二者合起来便是正人君子之国 正人君子之国 这个一听就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审美意味的名字 它的历史其实并不算太悠久 用到现在也就40年 布基纳法索原名尚沃尔特 意计沃尔特河上游的高地 这个名字最早是由法国殖民者在20世纪初已定的 此后一直沿用了差不多80年 即便是在上世纪60年代 尚沃尔特获得独立之后 他也还是将这个带有浓重殖民色彩的名字给保留了下来 直到1983年 在时任尚沃尔特校官托马斯·桑卡拉的领导下 军人集团推翻了独裁腐朽的 塞耶泽博政府 桑卡拉上台任总统兼政府首脑 便于4年8月4日正式将国民从尚沃尔特改成布基纳法索 桑卡拉信奉马列主义和泛飞主义 尤其推崇古巴革命和切格瓦拉 因其在执政期间展现出来的超凡魅力和革命豪情 所以桑卡拉也常常被人称为非洲的格瓦拉 桑卡拉在位的时间并不长 但他却在布基纳法索干下了一番堪称惊天动地的唯一 他在短短几周时间里便为250万布基纳法索儿童 接种了脑膜炎、黄热病和麻疹疫苗 他发起了全国性的扫盲运动 从1983年到1987年 布基纳法索的人均十字率便从13%提高到了73% 他种植了超过1000万棵树 来防止布基纳法索的土地荒漠化 他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 给布基纳法索修建了道路和铁路 将这个分裂动荡的国家重新联系在了一起 他任命女性担任高级政府职务 支持她们参加工作 招募她们参军报国 鼓励妇女撑起布基纳法索的半边天 他废除了女性割离 强迫婚姻和一副多妻制度等落后习俗 将这些陆席列为非法 大力支持妇女权利 他卖掉了他前任政府班子留下的奔驰 并宣布将雷诺五行 也就是当时布基纳法索在售的最便宜的汽车 作为接送部长门的公务车 他调低了布基纳法索所有公务员的工资 包括他自己的 并禁止公车私用 也不准官员在出行时乘坐商务舱 他收缴了地主的地 搞了土改 把土地直接分给农民 在短短三年时间里 布基纳法索的小麦产量 就从每公顷1700公斤 增加到每公顷3800公斤 这一度让这个非洲国家实现了粮食 自给自足 他反对外援 拒收接来之时 并坚持认为谁要是养活了你 那谁就控制了你 他开放了瓦加杜谷的军营商店 将其改造成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国营超市 为了支援国家的公共项目 他以身作则 要求布基纳法索全体公务员 捐出一个月的工资 他拒绝在办公室里开空调 理由是没有多少布基纳法索人 能享受到这种奢侈 那么他这个总统也不应该成为特例 他的总统月薪只有450美元 全部财产仅为一辆汽车 四辆单车 三把吉他 一台冰箱 还有一个坏掉的冰箍 为了支持本国产业 他要求全国公务员都穿着一种束腰外衣 那是一种用布基纳法索棉花编织 并由布基纳法索工匠缝制而成的传统服饰 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吉他手 布基纳法索的新国歌《一夜》 就是由他亲自创作的 和当时非洲的大多数领导人不同 桑卡拉不喜欢在公共场所悬挂自己的肖像 有人问过他 为什么大家不都是这样的吗 而桑卡拉的回答则是不需要 因为我们有700万人 人人都是托马斯·桑卡拉 遗憾的是 正是这样一位堪称正人君子的非洲格瓦拉 却在1987年10月15日这天 被当初跟着他一块闹革命的战友 时任布基纳法索司法部长孔波雷被刺 孔波雷悍然发动武装政变 推翻了桑卡拉政府 并将桑卡拉本人当场射杀 孔波雷等人在杀害桑卡拉之后 还将他的遗体残忍肢解 并将他草草掩埋在了一个没有任何标识的灯包里 形势如此 桑卡拉的遗孀 马利亚姆只能带着两个孩子逃出布基纳法索 远走高飞 在篡国得手之后 孔波雷马上推翻了桑卡拉在任时期 力推的国有化政策以及他为之苦心经营的几乎所有政策 孔波雷将布基纳法索重新带入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的西方体系中 把这个国家重新拽回到了接西方之来时的老路上 孔波雷处人一俱 桑卡拉的绝大部分政治遗产 最终全部沦为了可怜交土 就这样 布基纳法索 这个桑卡拉用了一生心血打造出来的正人君子之国 到了孔波雷手上 又蜕变成了往日的非洲奇葩小国 二 杂交水道非常了不起 袁隆平是我们布基纳法索十分崇敬的专家 孔波雷的独裁统治一直持续了27年 直到2014年才被布基纳法索民众身世浩大的抗议示威活动给掀翻 此后10年 布基纳法索政局又先后几次遭遇重大变故 2022年1月24日 布基纳法索军人达米巴领导的 拯救复兴爱国运动 宣布夺取政权 解除了时任总统卡伯雷的职务 并宣布终止宪法 解散政府和议会 同时关闭了布基纳法索的路空边境 并实施了宵禁 同年9月30日 布基纳法索泡兵团军官 特拉奥雷再度发动武装政变 推翻了达米巴政权 成为布基纳法索新的军政府引导人 他同时也是布基纳法索的现任总统 特拉奥雷和达米巴 同属拯救复兴爱国运动成员 虽然两人在政见上有不合之处 而且最终还闹到了兵戎相见的份上 但是他们却有两个共同之处 都宣称自己是桑卡拉的忠实追随者 都对叛徒孔波雷恨之入骨 2022年4月6日 也就是达米巴上位之后 仅两个多月 布基纳法索的军事法院 就判处了当时正流亡海外的孔波雷无期徒刑 罪名是谋杀布基纳法索前总统 桑卡拉 同年7月初受达米巴政府之邀 孔波雷曾经短暂回到过布基纳法索 7月26日 孔波雷正式为其在过去这些年来的种种道行逆施 尤其是杀害桑卡拉的罪行 向布基纳法索人民与桑卡拉家属做出道歉 截至此时 桑卡拉的尸骨已经在布基纳法索的荒郊野林里 整整含了35年了 正人君子之国堕落成非洲奇葩小国 也有35年了 35年了 今天的非洲奇葩小国 还有希望再度叠变成为往日那个 熠熠生辉的正人君子之国吗 单凭布基纳法索的一己之力很难 但是有了从遥远东方 冉冉升起的红太阳的万丈光芒 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之上 也许就能绽放出一朵朵饱满的希望碎花来 2018年5月26日下午 北京中国外长王毅童 时任布基纳法索外长巴黎签署了双边联合公报 从即日起 两国正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同年7月 也就是中部两国复交不到两个月 第一批中国农地专家便来到布基纳法索 帮助当地百姓开展农业援助工作 布基纳法索是一个内陆国 光照事宜 农业劳动人口也充足 但由于雨季时间短 缺乏灌溉设施 所以该国的粮食产量常年低下 对外粮食进口依存度一度高达60% 为了让当地百姓尽早摆脱缺水生活 从勘查设计到施工 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 中国专家终于成功钻出了水平 让布基纳法索民众获得了稳定的水源 此外 在此次援布期间 中国专家还完成了三个太阳能抽水井 和两个蓄水坝的建设工作 这些基础设施 不仅提升了当地粮食的产量 而且还解决了当地人畜的饮水问题 2021年11月 新华社曾赴布基纳法索采访过一位名叫 库图谷卡布雷的名义 谈及中国对布基纳法索的农业援助 卡布雷不时感佩 他说 中国专家修建的水利设施 和带来的生产技术 让当地的水稻产量提高了三倍以上 卡布雷因此得以在地里种上卷心菜 西红柿和胡萝卜等蔬菜 这不仅解决了他一家的生活所趋 而且多余的粮食和蔬菜还能卖钱 光是卖菜这一项 预计每年都能为卡布雷一家 带来超过大约1400美元的额外收入 另据布基纳法索农业部 2020年公布的数据 截至当年 布基纳法索的稻谷产量 已经达到了45万吨 相比2017年显著增长了40% 对此 时任布基纳法索总统 水稻种植发展倡议国家技术 秘书散布感慨的表示 我们如今所取得的这一切成就 都离不开中国政府的大力援助 离不开过去两年多来 中国原部农技组的心情付出 2023年11月 第二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 在中国海南省三亚市召开 此时的萨姆已经成为了 农业动物和渔业资源部护部长 他身为布基纳法索代表 也来到了三亚 在三亚水稻国家公园 沾咬原农品铜像的时候 萨姆不动容的表示 在过去的布基纳法索 每公寝水稻产量 通常仅有2到3吨 能达到5吨 已是顶天水平 而从中国引进杂交水稻之后 布基纳法索水稻产量 能提高到每公寝10吨以上 而且相比布基纳法索 农民原来种植的水稻 后来从中国引进的 矮杆水稻品种 不仅生产周期更短 而且口感还更好 抗病能力也更强 过去布基纳法索 每年都要花 1600多万美元进口大米 而从中国引进杂交水稻后 我们的粮食产量 得到了大幅提高 现在基本上 已经实现了大米临进口 省下来的钱 可以用于其他民生改善项目 所有布基纳法索老百姓 都能从中受益 杂交水稻的发明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袁隆平是我们 布基纳法索人民 十分崇敬的专家 我们由衷希望 能有更多的 中国杂交水稻技术 传播到非洲 这对于消除布基纳法索 乃至是整个非洲的饥饿问题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三 你们会有粮食和电力 不是因为他们好心 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从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 到中国电建成建的光伏电网 中国给予布基纳法索的 不仅是果腹的粮食和生产的电力 同时也是美好的希望 与奋斗的动力 人吃饱了粮食 才有力气去干活 机器充满了电力 才有能量去驱动国家的运转 管子曰 一时足而知荣辱 人得风衣足时 才有精力去以荣辱之规塑造自己 同理国家也得先发展起来 让老百姓吃饱饭 让人民的生产生活先用上电 先摘掉全球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 然后才有底气去追逐 正人君子之国的崇高梦想 物质决定意识 一个连老百姓的风衣足时 都不能满足的国家 是没有气力去成就正人君子的伟业的 桑卡拉的理想之花很美 只可惜它绽放在了一个黑暗年代 无论是布吉纳法索 还是国际上的红色运动 在那个年代受困于贫瘠的现实土壤 诺大的苏联最后都轰然倒塌了 布吉纳法索这一夜小小偏周 又能在冷战末期的新自由主义狂潮里 支撑多长时间 一谎言布吉纳法索一世至今已有40年了 桑卡拉牺牲至今也有37年了 布吉纳法索仍然是当今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要想让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摆脱战乱 动荡饥饿和贫困的折磨 今天的布吉纳法索政府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不知道年轻的特拉奥雷 能否挑起这么重的担子 如他自己所言 承接当年桑卡拉的意志 将布吉纳法索建设成为真正的正人君子之国 但我希望他能 布吉纳法索人民已经遭受了太多的苦难 他们值得 也需要一个新的桑卡拉来引领这个国家走出困境 我们中国人常说天行建 君子也自强不息 为自强不息者方能称之为君子 君子者乃行天道 举大义之人 天道之大 莫过于为天地立心 大义之志莫过于为生民立命 能行义者必得到 得到多者则多住 多住之志 天下顺之 环顾海内 大概没有谁能比我们中国人更喜欢正人君子的了 得后者是屈之 流离者明位之 中信者是死之 如果特拉奥雷政府能以得后载民 以中信代我 中国政府和人民定当伸出援手 帮助布吉纳法索早日建成正人君子之国 不仅是布吉纳法索普天之下在东方红日的万兆光芒所能照耀到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曾经被称之为奇葩小国的国家都有发愤成为正人君子之国的权利 桑卡拉若是在天有灵 我想这应该也是他的期望吧 我们走后 布吉纳法索会有吃不完的粮食 会有用不完的电力 还会有窗泥几尽的血糖 那不是因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良心发现 而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曾经来过 福天下有大勇者 治不能测 刚不能治 促然灵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 此其治甚远 所怀甚大也 所怀者和天下有机者 如己之机 天下有逆者 如己之逆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万岁 说到底也是为了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万岁 桑卡拉的热血不会白流 即便是在遥远的中国 也依然有一群志统道合的热血之人至今铭记着他 桑卡拉的高尚终将属于千百万人 桑卡拉的事业将悄然无声的存在下去 永远发挥作用 终有一日面对着布吉纳法索的万亩粮田 以及田野上开满的饱满碎花 高尚的人们将对埋葬在那里的中国洒下热泪 高尚的领袖早已远去 而领袖的高尚却依然服责着那片被他爱得深沉的热土 布吉纳法索人民不必实时怀念桑卡拉 也不用盼着桑卡拉回来 桑卡拉其实从未离开 每一个布吉纳法索人就是桑卡拉 正如布吉纳法索国歌一夜中传唱的那样 一夜之间聚集了我们的子民和世界所有民族 在迈向自由和进步的步伐中 为了祖国我们命死不屈 终将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